偏角道上火车来了 车辆都停下来 火车过了 柵栏升起 车辆陆续通过 但偏偏才过6秒 警示声又响起 柵栏更是立刻再次放下 结果消防车才没有完全通过 柵栏就被勾断了 基隆消防局软软分队 上月2号出勤一起火灾请勿 出动了五一车赶往现场救援 但经过这个平交道 第一次火车通过 所有人都遵守规矩 但偏偏才过了6秒钟 火车又来了 化学水箱车长达8米 都还没有来及通过 就这样撞上柵栏 结果现在不仅得赔偿损坏的3000元 消防局收到了9万元罚单 连开车的消防队员被吊扣一年驾照 在经过的时候 因为对象也有车子经过 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注意车前 以及车测的状况 当我们同仁在快要通过的时候 平交道的遮断感 他又突然放下来 那因为他这个间隔的部分 比较短 所以我们消防车比较长 在快要通过的时候 他平交道遮断感突然又放下来 那就撞击到我们消防车的车尾 那造成我们那个 暖暖接平交道遮断感断裂的部分 我们经调业监视器发现 遮断器的运作是正常的 然后确实消防车也是闯业 我们就依照道路交通处罚条例 第54条第1项 这辆消防车长7米8 宽2米4 高3米3 要驾驶已经不容易 还要循使在狭窄的暖暖街 另外栅栏升起 到下降时间才相隔6秒 消防车根本无法整辆通过 金融市消防局说 会在向上申诉 维护消防队员的权益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